HELLO 大家好 我是尹 今天我們要玩一款恐怖遊戲 這遊戲的開頭沒有選單 就這樣紙條 好像是我的爸爸留給我的 上面寫說 我跟媽媽出去吃飯了 車庫的門好像有什麼東西故障了 所以我必須確保它關閉 在我進去房子之前 我們留了一些PIZZA的錢 玩點鍵還有注意自己的安全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是要趕快把門關上 然後進去吃PIZZA對吧 不過我爸媽也太扯了吧 竟然丟下我自己吃飯耶 我真的跟他們親身了嗎? 好可憐喔 然後 這是我們家車庫 我們現在應該是要趕快把門關上 可是感覺不會有那麼容易耶 因為信上說有東西壞掉了 對 果然 可能我們要多關幾次之類的 我們再關一次 關門 欸 關門啊 喔對 有了 應該沒什麼 欸 剛這是什麼 是手嗎 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應該不是我們家車庫門壞掉吧 應該是有人在那邊 那邊惡作劇啊 就是感應器嘛 可能是感應器 感應帶有物體 然後他就會自己關不上這樣 我們再關一次 看他想搞什麼壞樣 欸 怎麼停電了 還是我媽忘記繳電費 呵呵 欸不是吧 他應該不會進來吧 欸欸 等一下 這是誰啊 這是什麼聲音 是他在 他在填我的門嗎 太噁心了吧 是 是 是變態嗎 有電了 我們趕快關起來 趕快關門 怎麼開門了 快點關門 快點關門 他感覺 感覺是變態啊 欸欸 幹嘛 不要這樣 就這樣 快點 快點 回到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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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